唐东嘎波是藏密佛教洪生大成就者 西藏一位家喻户晓 人人敬奉的大菩萨 也是实际为西藏人们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圣人 是西藏的医药之父 渡船之父 桥梁之父和戏具之父 正是这位大菩萨给西藏的众生带来的无穷的福报 直到今天 西藏的寺庙和家庭都一直供奉唐东嘎波菩萨 唐东嘎波从小出家 研习经论 常于经辩 具足五名 却谦逊菩萨 未表修行之法 唐东嘎波又跟随很多大德学习 并藏起于二日式进修 其后更直接得到尼古玛空席母的教授 成为大成就者 人们赞叹说 在辽阔的空信界 专研空信之瑜伽师 犹如吴卫王 此乃名为唐东嘎波 故他又被预称为自白望秀唐东嘎波 亦为成就自在之唐东王 有一年西藏干旱 饥荒陈灾 唐东嘎波在拉萨大昭市 释迦摩尼佛向前举行法会 写消除饥荒起请文 很多人亲眼看到观音菩萨 从空中洒下无故 不久饥荒即解除 又一次康藏木亚地区发生战乱 人们流离失所 唐东嘎波发愿并撰写消除战乱起请文 很快那里的人们消除了相互间的宠恨 而代之以和平和友爱 又有一年 撒家道场出现大面积瘟疫 死者无数 经过圣咒 祭祀都未能消除 于是唐东嘎波再次修法 撰写消除病灾起请文 从而使瘟疫灭积 当时的西藏 人们过河艰难 很多人因过河而被江河无情地躲去的生命 因此唐东嘎波改进渡船 并进而开始建桥 他一生共建造铁锁桥五十座 木桥六十座 以及多座寺庙 其中德格地区最早的寺庙 唐格拉空 唐东嘎波庙即是其中之一 在医药方面 唐东嘎波在拉萨甲坡日创建药王庙 发明了能治内科百病的白丸和治流行性瘟疫的红丸灯 成为藏医药之始祖 直到今天 藏药中的白丸和红丸仍然被用来解救众生的痛苦 唐东嘎波菩萨还编写藏系剧本多部 成立阿喜拉姆剧团 以歌舞剧的形式演唱西藏的历史故事 开创了藏系之仙河 唐东嘎波承认印度不丹喜经 蒙古及东藏地区四大教派之总教主 有很多法脉传承 其最为殊胜之传承 当推长寿及招财转运的传承 这些传承及经文在藏区不分教派 人人都信受奉行 他一生也成就无数弟子 神通广大 智慧大悲 仅得红生或换生成就的弟子 就有一百余人 藏主人民各个都知道 唐东嘎波实乃货真价实的 藏密大祖师 大菩萨 其后 唐东嘎波菩萨每次转世 均为大祖师 弘法度身 利益大众 第十六世 唐东嘎波菩萨 转世在布丹 其身形如同梁花生大师一样 连睡觉也睁开眼睛 2005年 在美国旧金山华藏寺法会中 看到云高一夕诺布 当下在神通三昧中亲眼得见 原来是法界至高护主多杰昌佛 已经再次降世 当即拜三世多杰昌佛 云高一夕诺布为师 三世多杰昌佛问他 跟连师学法佛 今来何意 唐东嘎波打道 承受莲花生大师及文殊菩萨化身之 撒家总教主清教 经为救度众生来求至高大法 三世多杰昌佛当下谈志 法波威力大正 并当下收他为大尊者及的弟子 并于灌顶 丹东嘎波更将法波结成回国 后来他获悉多杰昌佛 第三世云高一夕诺布顶盛如来的 正法宝典即将出版 跟主知仁波切修十亿变 观音法以作供养 并且诸贺 以说明其伟大是至高无上 是前无古圣可比的佛陀们的丧师